大家好 这节课程是本套企业网站后台制作实战教程的最后一节课程 在这节课程里 我们将对本套课程所讲的内容做一个回顾和总结 首先在本套课程的第一节课程里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本套课程所要完成的一个项目 它的一个项目的需求分析 明白了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件事情 那么在本套课程里 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个企业网站后台的一个管理系统的制作 那么第二点给大家介绍了本套课程的一个学习大纲 那么第三个给大家介绍了要学习本套课程所要做的一些准备工作 比如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开发工具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对开发工具呢 没有做一个特别的一个要求 那么根据大家一个自由的选择就可以了 然后呢 是咱们的第二节课程 那么在这里课程里呢 我们就正式的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后台管理系统一个具体的制作 在第二节课程里我们首先完成了一个登录页面的制作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登录页面 那么在这节课程里呢 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了 div加css布局的一个原理 那么它的内边距边框和外边距 分别是什么样的东西 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第二个呢 对我们的一个登录表单的一个讲解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用了用到了这个form表单 那么对form表单里面的一些输入框 和文本框下落框 带着一些定义呢 做了一些讲解 那么第三点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个processing的定位 那么我们的这个登录页面 它的这个登录框啊 其实是位于整个页面的中间部分 那么为了让这个登录框位于整个网页的中间 那么我们用了这个定位的相关知识 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制作 那么第四个呢 给大家介绍了这个css的样式重置 它的一个概念 和我们怎么去选这样的一个css的样式重置 好 那么接下来是咱们的第三节课程 那么在这节课程里呢 我们主要是对 已经在第二节课程里完成了一个登录页面 它的一个表单的验证 那么在这节课程里呢 给大家介绍了一个gss的酷 叫做这个jquery的酷 那么这个酷呢 其实呢 它是对gss里面的一些功能 做了一些封装 同时呢 它很友好的给我们解决了一些兼容性的问题 所以说利用这个jquery的酷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完成 我们的一些前端效果的制作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就给大家介绍了如何通过jquery里面的一些相关知识呢 完成一个表单的验证 那么我们介绍了在query里面的一些选择器和事件方法的一些应用 那么在第四节课程里呢 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后台系统的一个主界面的框架的制作 那么在第四节课程里呢 我们主要制作了一个顶部导航的一部分内容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这个上面的一部分内容 那么在这节课程里呢 我们也是用到了像divgss不提的一些知识 我们说这个divgss不提是我们在前端开发中 时刻都要用到的一些知识点 就是说这个大家一定要去具体的一个掌握 第二个我们用到了浮动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给大家介绍了像左浮动像右浮动它的一些原理 以及我们通过浮动把这样的列表给它横着排起来 以展现我们的这个一个菜单的功能 它的一个效果的实现 另外呢 我们还介绍了一些清楚浮动 然后呢 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叫背景图像定位的这个功能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有很多的小图标 那么这样的一个一个小图标呢 其实呢 我们是做在一张图片上面的 而我们巧妙的运用了这个背景图像的定位 来将我们要 具体展示的某一个小图标呢 展示在这个位置上 那么其实这四个按钮上面 它引用了这个图片呢 其实呢是一张 图片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是因为我们像这个前端在后端做交互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反复的去请求这个图片 那比如说我们做成单个图片以后呢 我们要去请求这些小图标 那么我们就要向服务器发送四次请求 那么像这样做以后呢 我们就只需要发送一次请求 而通过定位来实现 它具体某一个地方显示呢 这样就变于用了我们的这个系统的一个效率的问题 给到了一个提升 那么在我们的第五节课程里呢 我们也依然完善了我们的这个顶部导航 它的一个右侧的部分内容 也是这个功能菜单上面的一些导航 它的一个导航 那么这节课程里呢 我们没有用到其他的一些知识点 依然用到我们的浮动和背景提升定位 就可以来完善我们的这个顶部导航 那么接着第六节课程呢 是我们左侧导航的一个制作 其实呢 左侧的这个功能导航 是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核心部分 那么在这些 左侧导航里面呢 我们可以关联到具体的一个右边的功能页面 那么这部分呢 是我们具体着重介绍的一部分内容 所以说我们的这里呢 花了四节课程来给大家介绍 那么第六节课程呢 主要是给大家写了这个左侧的一个框架部分 这一部分内容 那么我们通过定位 来将它定位到我们的这个页面的左边部分 然后呢 通过这个列表 我们将它的一个菜单项进行了一个展示 这里的列表呢 我们用了这个DLDT和DD的一个列表 然后依然呢 是用了这个背景时间定位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在我们的整个前端项目开发当中呢 有些支持点呢 是我们反复去使用的 所以说我们要重点进行掌握 好这个是左侧导航的第六节课程 那么在第七节课程里呢 我们继续完善了左侧导航的内容 同时呢 就制作了这个顶部的主导航 与左侧导航的一个关联切换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当我们点击这个主导航的相应 菜单的时候 那么左侧呢 就显示对应主导航下面的这个左侧导航 它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要实现在那效果 我们肯定是要使用到GS的 比如是我们的JavaScript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统一就使用了这个JQuery的酷 来帮我们实现这样的效果 那么我们主要用到了这个点击事件 以及JQuery改变成SS 因为呢 我们在点击的时候 这个主导航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变化的 它的宽度和背景颜色呢 发生了变化 那么我们通过了一个CSS的一个方法 我们叫做AddClass和RemoveClass 这样的方法 然后呢 我们还学习了通过一个Dome元素呢 来查找它的这个负极和同胞元素 那么负极呢 我们可以通过Parent和Parents这两个方法 Parent呢 是直接找它的负元素 那么Parents呢 可以找它的负元素 以及负元素的负元素 它们的区别呢 就在这里 那么同胞元素呢 是这个Sableens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找这个同胞元素 它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实现 当我们点击某一个的时候 我们给它添加上一个样式 让它到宽度变宽 同时呢 背景颜色跟着改变 它的同胞元素呢 就把样式还原 它的目的呢 就是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负极元素呢 我们通过它找到 它的负极元素 它的一个层级的一个关系 那么通过这样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这个左侧列表 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的 那么在第八节课程里呢 我们继续呢 来完成这个左侧导航 那么在第八节课程里呢 我们主要完成了这个左侧导航的一个动画 那么这个动画呢 就是当我们点击这个 导航下面的某一块的时候 它的点击这个标题的时候 那么它会有一个收起和伸缩的效果 那么这个效果呢 其实呢就是典型的一个在困里面的动画效果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运用了点击事件 然后在困里的动画 那么在困里有很多的一些默认的动画效果 这里呢我们使用了这个slidetogo 这样的一个动画效果 还有我们改变它的动态 改变它的css样式 这样的一些操作 好 那么在第九节课程里呢 我们就对这个左侧导航 做了一些这个像这个隐藏左侧导航的一些操作 那么在这个课程里呢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像这个点击这个隐藏菜单的时候 那么它对的左侧的这个导航啊 就进行了一个隐藏 但我们暂时点击的时候 那么它又进行了一个显示 那么在这里面呢 运用了一些小的技巧 比如说我们这里的文字的改变 以及当我们隐藏的时候 那么它右边主体部分内容 它的一个样式的改变等等 在那些小的运用的知识点 好 那么这个左侧与顶部的关联呢 刚刚我们说的了 那么刚刚在第七节课程里呢 我们只做了这个顶部主导航的切换 那么在第九节课程里呢 我们就将这个顶部导航呢 与左侧导航进行了一个关联 好 那么在第十节课程里 我们就来完成这个右侧的主体内容部分 它的一个框架的搭建 那么在这部分内容里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iFrame的标签 那么这个标签的作用主要是在 我们的这个index页面 嵌入其他页面的一个标签 那么这样引入其他页面 作为本页面的一个部分有一个好处 就是当我们点击左侧菜单下的时候 那么它的局是进行一个局部的刷新 而我们的这个顶部和左侧的菜单是不进行刷新的 那么这样的效果在我们的后台管理系统是经常 可以看到的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像阿迪克斯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实现 那么在本套课程里呢 就通过这个iFrame的标签 给大家介绍了如何来实验这样的效果 那么在第11节课程里呢 我们就给大家制作了一个主体内容的一个页面 那么这个页面呢 我们叫做main.html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在我们这个整个项目做完成以后 其实呢 他默认的一个进入的页面 就是我们的main.html的页面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给他改成这个 main.html以后 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刷新 那么这个界面呢 就默认加载的是这个页面 在这个页面里 主要我们给大家展示了一些信息 比如登录的用户的信息 还有我们系统的一个 会员数文章数等等的一些内容 他的一个展现 那么初步的了解了我们这个系统是 运行在怎样的一个环境 以及我们系统的一个运行情况等等的一些内容 那么在这节课程里呢 主要是给大家运用了这个dmgsss布局 好 那么在第12节课程里呢 我们给大家制作了一个叫做栏目管理的一个页面 也就是这样的 栏目管理的一个页面 那么在这节课程里呢 给大家介绍了一个table布局 table就是我们的表格 那么用于展现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数据 那么他有这个 表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像他的一些字段 比如说我们编号名称 而对应着这样的一行一行的显示 那么这个表格布局呢 通常在我们的后台管理系统呢 用的是比较多的 因为呢他需要展现某一些数据 那么我们通常会用到这个table布局 第二个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复选 宽的全选的一个操作 就是当我们点击这个 选择按钮的时候 选择按钮的时候 那么他下面的一个 选择困难就会进行一个全选 但我们再次点击的时候 就去进行一个 全部选的一个操作 那么这样的一个操作呢 在我们的一个网页设计中啊 也是经常使用的 那么他实际上也是通过我们的 JS的一些相关功能来实践的 好那么在第三节课子里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 公司介绍的一个 一面的制作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公司介绍里面 那么主要给大家介绍了这个 文本框的一个应用 也是Text Error 这样一个HTML的标签的应用 那么这个标签主要是展现 我们的一个文本框 用于输入一些文字 那么他跟这个输入框比起来呢 就是他 展现的内容呢更多 同时呢他可以进行一个换行显示 第二个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 副文本编辑器的应用 给大家介绍了一个 百度Ueditor的一个 副文本编辑器的应用 并且呢 给大家展示了如何将 百度Ueditor 引入到我们的一个项目当中 来进行使用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副文本编辑器以后 那么我们对一些编辑的内容呢 就可以 给他调整一些格式 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出 加写体 那么等等的一些内容 那么这个编辑器就好像我们的一个 word文档一样 那么我们对里面的内容呢 可以进行多样化的一个操作 和进行一个排版 这样的副文本在我们的这个网页开发中啊 前段的开发中用的也是比较多的 因为我们像很多网站上面的一些 发表文章 发表评论 等等的一些内容呢 都是通过像这样的复文本编辑器来实现的 接着是我们的第14节课程 那在第14节课程里呢 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左侧菜单的一个切换 也就是当我们点击这个左侧菜单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右侧部分呢 就会显示 左侧菜单对应的一个页面 而其他页面呢 其他的这个菜单显向的页面没有点击的时候呢 它是不进行显示的 那么这个功能呢 我们也是通过这个 在query的一些页面功能来实现的 我们给每一个这个菜单选项 添加上了一个标识 我们叫做这个 像我现在link这样的一个标识 那么这个标识里面就记录了我们 对应菜单下面的一个它的页面的地址 那当我们点击的时候呢 点击这个菜单选项的时候 我们就会获取到这个页面的链接地址 并且呢 将它动态的附给这个 iFrame的标签 让它的src指向我们当前点击的一个页面地址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页面呢 就会进行一个显示 那么通过这样的原理呢 我们就把这个左侧菜单选项和右面的一个内容展示的进行了一个关联 好 那么通过我们的第14课的学习呢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后台管理系统的一个框架就给大家 制作了一大半部分的内容 那么我们在 接下来的工作呢 就是我们反复的通过 这个 我们 在第15课里面讲的这个 功能页面 其他功能页面的话 就是通过像我们的这个有一个标准的步骤 那么我们就是新建一个具体的页面 那么并且呢 将这个 左侧菜单 对应的一个菜单向上添加页面的链接 第三部分就是制作页面 那么通过这个三个标准的步骤呢 我们就可以继续完善我们的这个其他功能页面的制作 所以说在第15节课程里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要制作其他的这个 菜单选项对应的一个功能页面 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并且呢给大家实际的操作了一个 制作了一个页面 我们叫做这个网站设置 在我们系统设置里面的网站设置 那么这个页面呢 也很典型 这里面就展示了很多的一些输入框 和这个文本框等等的一些内容 包括这个 单选和复选的一些 按钮等等等等 那么还有这个 最典型的是这个 选项卡的一个应用 那么这个选项卡呢 在我们的前段开发中也是经常会遇到的 那么这个功能呢 其实呢通过我们的JQuery相关支持 就是很轻松就可以实现的 那么我们也具体给大家讲解了如何去实现 好 那么鉴于呢 我们这些 其他的 功能页面 其实呢 它的这个 应用的支持点呢 实际上是很重复的 比如说我们 通常呢会用的这个 表格按钮 搜索框 这个文文框 那么等等的 这样一些选择 等等的一些内容来实现 那么这些 重复的内容呢 我们就没有给大家一一的做一个讲解 大家下来以后 可以根据我们前面 课程内容的学习 来完善这样的一个后代管理系统 这也是 大家在学习完本套课程以后 给大家留的一个作业 就是 大家来制作这样的一个后台管理系统 相信 对本套课程的学习 大家对 前端开发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最后祝大家学有所成 再见